如果有一天日本面临沉默 大量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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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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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 I stand up and speak up my min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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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风气候 温和湿润且多雨 因此一到夏季 雨多风大 暴雨 飓风与泥石流 几乎都是坐伴一样席卷而来 2021年 日本靖岗县 热海市发生泥石流 城市被吞没 大部分建筑被一举摧毁 这些灾害的频繁发生 也加速着日本所有岛屿的下沉 不过与大部分日本人的忧患与担心不同 还有一部分民众坚信 日本不会沉没 首先 日本虽然整体海拔算不上高 但多少也是一个山地国家 就算真的有朝一日 遭遇了海平面大幅度上升 也不至于说会导致整个国家权限淹没 其次 日本的确是因为亚欧大陆板块 和太平洋板块的挤压运动 而遭遇了地震等自然灾害 也正是这个原因 才存在被撕裂掉落板块之中的可能性 但同时 挤压也必然造成隆起的地块 这样到时候 如果有一部分国土掉进海沟 日本也还能从新隆起的部分里 组建另一半日本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嘛 只是不知那时的日本 可否习惯这新的国土 最后 根据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 日本猎岛的海底基础 是由数个板块运动后 海洋中的堆积物隆起而形成的 如果板块不改变运动 那日本猎岛就不可能沉没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板块的运动改变了 也需要等上一百万年 才能到日本猎岛沉没那天 研究所的教授曾这样解释道 或者说就算在下沉 日本所有岛屿或者大部分岛屿 完全沉没的可能性也很小 根据日本国土地理局1996年到2002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6年间日本每年都有下沉5毫米 而这细微的5毫米已足以让日本开始做应对之策 日本继续开动之前的填海造陆工程 只是曾经的填海造陆是为了扩大耕地和陆地面积 如今的这项工程变成了挽救正在渐渐消失的国家 除了在自己国家上使舰 日本也把主意打到了其他国家上 日本沉没里 作者设定最后日本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 中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也接收了部分 而现实中 日本率先向澳大利亚和巴西发出了寻求帮助的信号 毕竟至今为止 日本在巴西已经有了约400万人的移民人口 数量不可谓不壮观 只是如果真如剧版《日本沉没》中 日本政府的打算 移民中国1000万人 在中国建5个日本城 以方便两国政府管理的话 就不知道日本有没有想过 哪个国家能容忍一个四散分裂 寄居他国的国家指手画脚呢 在当今时代 日本要考虑的 显然不止火山地震频发后 面临沉没危险的国家如何自救了 更多怕是还有做足 有好木铃打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才不至于真的到了那天 落到只能依靠利益来交换的地步 真实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 我们下期再见